看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热身赛 在这场友谊比赛当中的德甲豪门 拜仁慕尼黑队是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实力 经过90分钟的比赛 拜仁慕尼黑以6比0击败了坐镇公体的北京国安队 面对强大的对手 北京国安队并没有派出全主力出阵 今天音箱长期休养的杨志首发出场宣告复出 而来访的拜仁慕尼黑队 则是在首发中派出了诺伊尔 罗本 李贝里等多位核心球员 比赛一开始 拜仁慕尼黑队很快取得了场上的主动 通过前场积极的拼抢 小飞侠罗本高速杀入禁区 一片混战之中 皮球被国安球员张俊哲不慎挡进自家球门 拜仁队1比0领先 此时比赛刚刚开始7分钟 两分钟之后 拜仁慕尼黑队再度改写了比分 国阿腾送出边路助攻 无人盯防的罗本 抢点头球破门2比0 在确立了两球的领先优势之后 拜仁将士更加轻松地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一度占据了六成以上的控球时间 而近前替补上场的国安队则是机会寥寥 上半场仅有两次射门的机会 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 占尽上风的拜仁慕尼黑队又一次扩大了比分 毕鲁名将皮萨罗接李贝里的助攻 前点头球攻门 为拜仁在半场结束时 确立了3比0的领先优势 一边在战 只在季前练兵考察队员的拜仁慕尼黑队 换下了多名主力 而经过调整之后 国安队在攻防两端也有所改善 不过水平上的巨大差距 让远道而来的拜仁慕尼黑队 再一次取得了进球 托马斯穆勒进球 第73分钟 德国国角戈曼斯 沿边路突破 托马斯穆勒轻松推射 比分扩大为4比0 拜仁的进球表演还没有结束 5分钟之内 拜仁又人库罗迪亚国角 曼朱季奇和德国主力前锋 戈曼斯再下两成 从而以6比0的悬殊比分 取得了这场热身赛的胜利 体育频道编译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